为了要了解新冠疫苗对孕妇的保护力 美国辉瑞公司上周宣布将在全世界招募大约4000名孕妇进行疫苗试验 台湾国产疫苗厂是否也将跟进 疫情指挥中心在今天表示 临床试验都是一步步来 先找相对健康的人再扩及到周边高风险族群 不过专家也提醒了 虽然孕妇不会在临床试验的优先族群里 但是未来一定还是要做 美国辉瑞药厂2月18号发声明 将在全球招募约4000名怀孕妇女进行新冠疫苗试验 接种手机疫苗后相隔21天再补上第二剂 要观察疫苗对孕妇的安全性跟有效性 但台湾国产疫苗是否跟进疫情指挥中心这么回应 这个临床试验大概都是一步一步的 那在初步的一个临床试验里面都会针对 相对比较健康的人来做 那以免在让这情况可以在控制的范围之内 国内两家疫苗厂已经进入二期临床试验 但目前都以健康风险低的民众先做 陈时中强调临床试验还是得按步骤走 特殊组群排序比较后端 只是医师也做出提醒 所以现在很多疫苗 其实都要希望他们去做孕妇的临床试验 一般人这样可以用以后 下一步就扩展到孕妇了 扩展到小孩 孕妇的临床试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证明他安全有效 不会造成早产或什么问题 那才能去打他 接种新闻疫苗对孕妇有没有风险 以及接种效力会有什么差别 都是试验需要研究的部分 目前各国也都加紧脚步 就是希望借此提高 对新冠病毒的了解 尽快终结疫情 这真好不到 感谢尽快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